正如人们专研数学,是为了揭开宇宙诞生的秘密 我们研究人工智能,则是为了揭开生命起源的秘密 为此,科学家们上天下地,找到各种上帝展现的智慧足迹 比如以群演算法、风群演算法、模拟退火演算法、类神经网路等等 并利用这些方法来解开我们人类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来自嘎姆的小哈片客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基因演算法 基因演算法是一种用来找特定问题的解答的电脑程序 因为过程中会产生许多人工生命 这些生命在世代的交替中会经过成长、考验、折偶、交配、突变等阶段 就像物种一代代进化的过程,所以又称为遗传演算法 在今天的影片中,小哈特别准备了一个难解的AI求同问题 来看看基因演算法是否真的能够帮我们找到答案 假设在撞球桌上摆一颗白球 然后从一个固定的角度,用一个固定的力道出竿 那么台桌上其他颜色的球要怎么摆才能完成一杆青台的撞植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用物理计算找到解答 但假设电脑没有这些物理知识 也没有各种统计回归的能力 那该如何仅靠基因演算法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来找到答案呢 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我们将创造并繁衍一个新的物种 就管这个物种叫壮星人好 我们会将问题的错误解答藏在壮星人的基因中 然后让壮星人去繁衍进化个几百代 再把进化到最后的基因拿出来还原 就是我们要的解答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神奇的演算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基因演算法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帮壮星人基因定序 也就是决定壮星人的基因构造 首先要想一下我们要在壮星人的基因里储存什么资料 我们先想想只要求壮星人放一颗球的情况 如果只要放一颗球 那壮星人需要储存的就是一组XY坐标的资料 为了让演算法能适应不同桌子大小 我们把X改成桌子长度的百分比 把Y改成桌子宽度的百分比 这样不管在什么尺寸的壮球桌上 X和Y都一样是一组0到100的数字 比如有一个壮星人的基因 告诉我们X等于80% Y等于50% 那就是要放在右边且上下置中的这个位置 在基因演算法中 基因是有一串0和1组合而成的数字 像这样的都是 在数学这叫做二进位 而在电脑中 二进位数字的每一个0或1都叫一个位元 一个位元可以储存0或1两种资料 两个位元可以储存比一位元多一倍的资料总类 也就是2的2次方总资料 三个位元可以储存到2的3次方 四个位元可以储存到2的4次方 以此类推 七个位元就可以储存2的7次方 128种资料 这样的大小用来储存0到100就足够了 比如先前说的X是80%的话 80转成二进位就是 Y是50% 50转成二进位就是 照这个方法 两个7位元的数字 也就是14个位元就能储存一颗球的位置 那么如果我们要求壮星人排6颗球的话 壮星人的基因就需要6乘以14等于84位元的长度 决定好基因序列之后 就要创造开天辟地的第一批壮星人了 那么要造几只呢 关于壮星人的人口数量怎样决定 有很多科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 但基本上都跟基因的长度成正比 我们暂且先决定要1000人 创造一位壮星人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丢硬币84次 正面是1 反面是0 这样排起来就是一组84个位元的基因 如此丢个84000次硬币 1000个始祖巨人 啊不对 是1000个始祖壮星人就诞生了 这样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的女娲姐姐 随手甩泥造出人类的感觉呢 说不定我们人类也只是被造来帮女娲姐姐 解一个她解不出来的问题 是吧 接下来就是要让这1000个壮星人 依照他们的基因去摆出1000个壮球桌 然后分别用题目给的方式出竿打球 在所有球都停止不动时 壮星人就过完了她的一生 并得到一个分数来证明她这一生的成就 当初代壮星人全都得到成就分数后 就要进入折偶阶段 配对折偶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今天我们用的是轮盘法 这个方法就是将所有的壮星人 依他们的成就在一个轮盘上画出一块饼 成就越大 在饼上占的比例就越大 然后转这个轮盘 看看谁得到折偶的资格 当一个壮星人被选出来之后 我们让这个壮星人再转一次轮盘 看看他转出哪个幸运儿 他们俩就可以进洞房生小孩 重复这个仪式 直到小孩数量达到我们一开始决定的人口数量就停止 之后上一代的壮星人就请安息吧 接着要让新一代的壮星人去过他们的一生 取得他们的成就分数 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等待有一天在壮星人之中出现一个天才 找到将六颗球都打进洞的解法 那演算法就可以结束了 怎么样 这过程是不是就很像现实中生物的演化 也很像科幻小说三体中 三体人创造终极AI质子的感觉 话说回来 这个演算法的流程 有个地方小哈还没解释清楚 两个壮星人要怎么生小孩呢 并不是因为过程有点害羞所以忘了讲 而是因为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要单独拿出来解释 和自然界的生物大同小异 壮星人的遗传也是将父母的基因拿来重新组合 以获得一个新的基因组 我们将壮星人父母的基因排好之后 切两刀 这样父母两人的基因就各被切成三段 而小孩的基因就是第一段娶爸爸的 第二段娶妈妈的 第三段再娶爸爸的 这样小孩就同时具备了父母的一些特征 在基因组合完成后 还需要让小孩去尝试突变 看看能不能在前人的智慧中另辟蹊径 毕竟仅靠传承 并没有办法突破现状 更上一层楼 突变的方法就是让每个染色体 以一个几率来决定要不要让0变成1 或让1变成0 这个几率不能太高 否则壮星人失去太多传承下来的优点 也很难进化 一般科学家是建议 将几率定在平均每个壮星人 有一个染色体会产生变异的程度 到这里 我们就讲完基因演算法的整个流程了 那么先来总结一下 演算法的最开始 要基因定序 然后创造第一批壮星人 之后让壮星人过完一生 并取得成就分数 接着让他们择偶交配生出下一代 然后再重复生活 交配 生子 这样过个几百代 就可能诞生出一个最佳基因来解答我们的问题 现在 带大家使用这个小哈写的小游戏 来实际创造一批壮星人看看 网址在影片的说明文字里可以找到 打开网页后直接进入花式摆台 然后按下创造新世代 就会开始训练AI 预设的训练项目是要打6颗球 这难度算是有点高的 可能需要几百个世代才会找到解答 好在壮星人的一生 在我们的眼中只有昙花一现的几秒钟 每一代1000个壮星人会轮流使用画面上的25个撞球台 验证他们的成就分数 右上角可以看到目前已进行到第几个世代 在训练的途中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训练场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设定 从右上角打开设定视窗 可以看到有两个类别 演算法和撞球设定 演算法中有五个项目可以改 族群大小就是指壮星人的总人口 预设是1000人 最大可以设定到1万人 但1万人的话虽然增加了壮星人的多样性 但需要超过三分钟才能跑完一个世代 然后是交配时混合历史最佳基因比例 这个设定是让壮星人在择偶时 有机会选到历史中出现过的强大基因 这个设定可以确保那些高成就 有如英雄般的基因 不会被历史的洪流给淹没 但是如果这个比例设太高 则会埋没新生代出头的机会 所以设定上也是要有所取舍的 接着是基因突变率 这个设定的缘由先前讲过了 就像真正的生物一样没有突变就无法进化 但突变率太高又有可能导致祖宗传下来的智慧被遗忘 又要儿子听话又要他有创造力 两难啊是吧 再下来是交配时的基因分段数 这是在交配组合下一代基因的时候 将染色体切断的下刀数 在先前讲解的时候是以切两刀为例 但其实也可以只切一刀或多切几刀 最后一个是勾选的项目 操作基因时保持染色体的完整性 这个就是在切染色体的时候 下刀的位置要不要避开一个完整数字的中间 然后翻到撞球设定 这里的设定比较直观 应该不用我多做解释 总之就是设定我们出给AI思考的问题 其中第一项需要摆放的球数影响的效果最大 只放三颗球的话 通常在五个世代以内就会找到解放 随着需要摆放的球数越多 撞星人解题需要的世代也就越多 好了 讲了这么多AI还在跑 我们快转一下直接看到最后吧 最后跑到了第152代找到了解放 那赶紧来看看这天才的解放是啥样子吧 一杆青台很酷吧 后来我再做了一次同样六颗球的 这次居然只花了109代就成功了 说明这演算法还是蛮吃运气的 重播最佳解的时候 基因会显示在最上面 如果你发现有趣的基因 请留言在影片下方 让大家也可以开开眼界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个疑惑 所谓的基因演算法 好像就只是让电脑随机跑个几百万遍 然后等待一个奇迹出现 牵强附会的说这是个演算法 是不是有点那个 染色体交配 突变 过生活什么的 莫非都只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噱头 让我们再来透过这个小游戏的历史图表功能 观察一下到底是不是真有进化这回事 这是一批壮心人在第850代的历史党 这批壮心人是小哈在开发这个游戏时 第一次跑的九颗球 时间以来到了第850代 点开右上方的历史图表可以看到 壮心人从原始人一路走来 分数的确有在稳定上升 上方蓝线是每一代最高分的记录 下方青色的是每一代的平均分数 底部的红线是每一代的最低分 在294代左右 整体的文化水平突然快速提升 然后在第378代达到高峰 在这波不知道原因的快速进化中 最佳解从6球近代 快速跳跃至7球和8球近代 在第420代左右 我曾经将混入历史基因的比例调低 这个变动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 在后来的十几个世代中分数狂降 然后在大约600代的时候 我将交配时切基因的下刀数 从切三刀改成切两刀 结果瞬间让整体分数拉高 后续的成长率也跟着提升 最后跑到第850代的时候 我决定忍痛放弃这批花了我好几天的壮心人 因为自8球近代后的500个世代中 虽然整体的平均分数还在上升 但似乎突破不了8球 我当时以为AI转入了一条无解的死路 之后我开始了新一批的壮心人 不同的是这次我勾选了保存染色体的完整性 结果出乎意料的 新的族群很快的就在第126代的时候 进入了8球近动的时代 而且在170代左右 整体分数就开始收敛到了300分 最后在第574代出现了一杆青台 在找到9颗球的解放后 我对AI进化的信心大增 所以又把先前被我放弃的那批壮心人 再拿回来继续跑 结果真的在第971代给我等到了解放 这个节有很多球都运用了旋转摩擦的曲线路径 进得动 看起来格外酷炫 在实际看过壮心人的进化图表后 是不是觉得这个进化理论似乎还真有那么一回事 但是基因演算法只能用来找特定问题的解答 而且花费的时间不但久 而且还无法预测 另外过早收敛的族群虽然有一种全员都在帮推某个特定解法的感觉 但其实也容易让整体陷入一个死胡同 运气成分在基因演算法中可真是不可小叙 所以实际应用可能还要使上更多功夫 比如在中途可以将壮心人分割成多个族群 然后各自发展个几百代 再让他们通婚 这就像混血儿长成帅哥美女的几率不是特别大吗 在下期的影片中 小哈准备将基因演算法 与别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 将难度再次提升 不再把AI当成百球的球童 而是训练AI成为真正的花式撞球高手 那么敬请期待吧 athena 君 吳